一把尺子红色双杆圆珠笔 黑龙江省塔河站客运值班员张志兴在铁路系统小有名气 他能在一个半小时内一切合成画出全国铁路示意图 堪称神笔 9月20日在黑龙江省塔河站 正在值班的张志兴利用休息时间练习画全国铁路示意图 记者看到大大小小800多个车站 不仅站名一字不错 就连每条线路的长短都能与沿途基本吻合 就像复印一般 张志兴2015年毕业分配到塔河车站从事客运工作 他告诉记者 一名旅客前来问询 由于刚刚参加工作 自己对规章内容还不太熟悉 没有达上来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 也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业务 2018年铁路组织客运人员培训 张志兴找到车站报了名 在近两个月的培训中 张志兴熟知了客运的客规 收规 客运营业站示意图等20多个规章内容 并开始了他系统而全面的学习过程 最早我从东北地区来画 然后画华北地区 然后画西北地区 然后画西南地区 最后画东南地区 因为在我认知里 东南线路最复杂 然后了解接触最少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在整张图串联起来 东北地区 我的家乡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因为东北地区一旦尺寸掌握不好 就把自己家乡画小了 张志兴告诉记者 现在虽然实行了电子课票 旅客订票特别方便 但有时为节省旅客的出行时间 自己会根据自身的业务 为旅客选择最佳出行线路 有位旅客想购买 他而到重新习的车票 经电子课票查询 没有直达列车 然后经过我对京生站示意图的了解 我为他选择了一个最佳经路 在天津西经时间中走太原 然后最后到达重庆 然后旅客很满意 张志兴告诉记者 现在只要有空余时间 就会练习画全国铁路示意图 希望能把自己学习的专业知识 更好地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为旅客出行带来便利 这些年轻有空 della活力 野花的事 反昂地证Star